嗯...雖然我知道最近還有一堆影片素材 躺在硬碟裡面等我去撿 但是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出門騎車的我 最近實在是悶到快生病了 而就在前幾個禮拜 剛好營火部落的達哥 邀請我一起去露營 在達哥熱情的邀請下 想當然要拒絕他對我來說真的非常的困難 而我為了表現出我真的很認真在剪片的樣子 所以當下跟他說 當我唬爛完他這句之後 其實我們都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早就已經出現在我心中了 因為 其實在他問我要不要去露營的那一刻 我內心深處的感性 早就戰勝了腦袋瓜中 那僅存一點點的理性 所以這禮拜我決定放下一切 跨上已經超過了一個多月 沒有發動的摩車 騎出門 去錄他個兩天一夜 有空間 平民之外 大火 風雲 有零 平常 零 大火 平常 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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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把整条122线道给他骑完 接着再从爱兰联络到 接到白兰 进入营区 而这段路 则是达哥带我们骑的 在这之前 我对达哥的印象 就是 他好像都是开车去露营居多 所以我对于 他愿意带着我们绕这一大圈 真的是非常感激 因为如果在山下就超捷径上山的话 我想对我们来说 反而会骑得很不够 而在离开了122线道之后 我们也开始穿梭在洋长小径之中 刚刚的雨势 也让这一整片树林 都还处在一个湿漉漉的状态 甚至山蓝 也不时出现在我们的周遭 越往下骑 就越只剩下一个感觉 有够鲜的啦 我想这条爱兰联络到 前往的最好时机 不是大太阳的时候 也不是傍晚的黄金时刻 而是像今天这样下完雨的午后 正值大暑的季节 原本闷在皮肤上的汗水 早就被雨水的凉意带走了 为了欣赏这周遭的景色 这一路上 我们真的骑得很慢 从山下出发 我们骑了大概一个小时 最后终于来到了这一次的营区 巴棍山林 Will you let me Will I turn to you one day 位于新竹五峰乡 白蓝部落附近的巴棍山林露营区 一进入 你马上就能感受到满满的芬多金 营地四周被山木林包围 同时种植了很多五彩缤纷的植物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露营区啊 达哥 耶 太棒了 终于见到鲁特 对 我终于见到你了 而且我发现 你跟那个 电视上的整个完全不一样 跟总都一样 已经接近五点了好不好 那因为夏天呢 所以现在的天呢 还非常的亮 那我们到了营区之后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呢 准备要来搭帐篷 搭什么的帐篷 这一次我们除了跟达哥来露营之外呢 我还用了达哥的东西 手把手交鲁特搭CAMFI的帐篷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耶 有这个前辈 对 然后又教我搭帐篷 这个符号 真的不错 一起睡一起搭 那让我们录完这个 别人给你睡 我不要跟你睡 我们先不要聊 因为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等一下要晚餐 然后我们还要弄一大堆有的没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搭帐篷 不然等一下时间就太晚了 GO GO 骑完车来到营地之后 接下来当然就是先准备来搭个帐篷了 你设计你发想 然后 就是依照我们的需求 因为我那时候就准备为了骑车搭帐篷 对 那一般帐篷它的空间不会这么大 但因为帐篷车在 我们对重量没什么要求 就可以空间大一点 其实我拿到这个帐篷呢 一个多月快两个月 当初拿到的时候 第一个让我最印象的部分 就是它的体积 这次帐篷 我带了营火部落的云山轻量双人杖 由偶像达哥亲自参与设计研发 这个帐篷最让我觉得适合机车露营的一点 就是它收纳完了体积 只剩下这样 加上整套的装备重量 只有2.5公斤 对摩托车露营来说 完全不会让我觉得是一个负担 所以我只想对达哥说一个字 猛 组装然后设计全部都是台湾做的啦 全部MIT非常厉害 这个地步就是 因为以前我们把地步打开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带子通常乱丢 那它现在 对那现在就是这个地步直接 尬这个带子 你要收的时候很简单啦 就是地步就直接拿起来 就是带子就在上面了 也不用再去找那个带子 不愧是达哥耶 你有种跳出画面的感觉耶 就是你跳出的那个电脑萤幕 因为我之前看你搭 我都是在电脑萤幕上面看到的 而这顶帐篷的搭法也十分多变 你可以不搭内帐 没有内帐空间真的很大耶 所以其实你用地帐就变成一个小一房一厅 或者是一个沙滩帐 直接用一个地步 然后再一个床垫枕头 没有内帐就 这样其实就可以叠碎了啦 也是蛮舒服的 可以把前庭延伸出来 是这个空间啦 因为其实这空间就是用来 坐啊放脚的地方 你们是睡的 对 甚至还可以把两顶帐篷的外帐 组装在一起 很温馨的感觉 我们把两个人合在一起 如果没有单山帐的话 是我们可以减素质 对或者是绑树上 那如果摩托车的话 其实可以绑摩托车 我是觉得你真的是有把很多那个 机车录影的那个想法 全部加进去啦 从大小嘛 然后重量嘛 对 因为当中设置帐篷就是 你如果需要搭一个天幕的时候 那就会扁多带个贴幕 对 然后贴幕跟帐篷结合 也是一个容易漏水跟困难的地方 对 那我刚才做个帐篷 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前提 如果今天下雨的 一到两个人就可以窝在里面 对 就不用怕淋雨了 对 这前提真的很大 哈哈哈哈 好舒服喔 有虫也没什么关系啦 反正我早也没有这么在洗了 打完了帐篷 现在我们在搭这个 焚火台 之前大哥呢 就是给我这个 嘿 其实达哥也蛮会讲干话的啦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这样 我干一句 他干一句 干到最后 终于把今晚睡觉的地方 给他整理完了 两个人把他给推出来 用差就泡水车 真的很惨耶 因为你这样一泡排气管进水 就进到里面去了 或者进到那个 空虑啊 空虑了 可是我阿福都让他这样直接倒下去 可是因为我是不会要 再把它卖掉的 所以我没差 那个就是那一台就是 就算引擎坏了 我也是要自修 那就是水差不多 就这么深啊 对 所以那样倒 整趟旅程都要结束了 功虑到最后一步耶 我前面都没有摔啊 都好好的 可是有摔就是好玩嘛 而且你有东西可以放啊 对啊 有摔是好 就是摔可以 也不能泡水啊 摔也不用修车 泡水要修耶 泡水要修耶 对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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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你的逻辑了 搭完帐篷 接下来 我们也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了 跟露营达人出门 想必今天的晚餐 应该会特别的不一样 我们要揉面团 但我连油都没有带 啊 你有吗 他问我有没有 我当然有啊 哈哈哈哈 我有说当然没有吗 我这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你知道吗 非常的感动 你要问他我们这一带 有没有合格吗 身为一个专业的录影人 我们这样有没有合格 有 有对 有盐巴有油 有胡椒 有胡椒 吃出食物的原味 诶 可是我们也要只是 够够够够够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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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来揉面团 哥哥 哥要教我揉面团 这样以后出去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自己揉面团 首先 要用塑胶袋揉 你这样就可以少一个盘子 盘子也不用洗 揉完就直接好 又不会脏手 以前我都用手揉 那个面团都黑了 又手很脏 老前辈的教训 这个要迟到 用塑胶袋揉 中筋面粉 中筋不是高筋也不是低筋 中筋 然后最好去Seven买 为什么 就全力很大一包 Seven有小包装 等一下 要加多少 反正可以做饼 可以做舌棍 好 这样差不多啦 就不然你想要明天早上吃也可以 这样吃多少 这个面粉是用什么 什么单位我是 没有 没有单位 随便随便 没有单位是不是 然后油要加进去是 加一些油 我感觉啊 配方好像是他那个频道的秘密 所以他一直都不跟我讲 他没有标准 因为就是揉到他可以成团 他不够再加就对了 对 就是 太粉的话就加水 太干就加油 滚动式调整 对对对 就是一直调 所以面粉希望不要 一次就加太多 对 一定要留一些让你调整 对 撒盐撒盐 这他的伤口撒盐 这他的伤口撒盐 又撒多少 随意 随意 等一下 太久没用了 你开口了 哈哈哈 就这样搂 这样搂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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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感觉是 那个水有点少啦 因为粉好像太多 从我第一次骑摩托车露营开始 那时候老橘白就跟我说 露营 完全不怕没事做 这句话在这一次 我完整的体会到了 以往露营 我们都是直接带东西去煮 而这一次 还是我第一次玩食物的原料 从面粉 又把它揉成面团 我整整揉了快半个小时 我是不知道等等烤起来 它到底会变成面包还是饼干 不过对我来说 这个在玩它的过程 才是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啦 那它防蚊的部分是从哪里散发的 没有 它没有散发任何的 你说就是造型而已 它就是漆笛 这是一个蜻蜓的模型 但日本人说 蜻蜓的模型 可以让蚊子不要靠近 因为蜻蜓吃蚊子 小蜻蜓我们今天晚上就交给你了 现在手其实有点酸 反正我就是一直揉 然后揉它最后一定变成一团 这样就好了 差不多 你看它现在是一团 对 就这样一团 对 然后表面没有粉粉的 对 又没有说这样沾得黏不起来 对 如果是这样沾夹会这样勾勾的 这就不太行 就要再加面粉 对 这样差不多 所以现在把它给放一边 好 就放一边 好 就这样子 大概在7点 好 放个一个小时 要放一个小时 没有 所以要放到8点 对 我们现在来生火 搞完了面粉 接下来就是到了生火时候了 右蚓子 那你左手拿刀 对 然后这样靠上去 这样中间 一半 一半对不对 这样一半 然后拿这个桥 然后锤子 然后在脚部可能这样比较帅 这样子 所以如果用柴刀的话 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下去弄 你确定我有成功吗 有有有快快快快 生火 在这之前 我都是拿着我的那把破伤风柴刀 对着眼前的木头 一顿分金挫骨 虽然最后通常可以顺利生起营火 不过大多都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那种 每次批完财 就想包一包进帐篷睡了 所以这一次 我特地请教了这位老前辈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个是松木的芯 叫松明 就是一个有油脂的松木 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换一把 比较小的刀 对 用这一把刀 你到底带多少刀啊 一般就是长短两把就可以了 这是刮在脖子上的 哦 蛮好拿的 对 蛮好拿的 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 来 你先戴手套 避免割到自己 好 我们把这木头呢 要削成花 这样顶住 这样让木头不动 然后刀子下去之后呢 下去 然后叮平平的 嗯 然后 绝窍是 手臂整个伸直 对 用肩膀出力 好 才不会突然这样子冲出去 然后刀可以斜一点 好 有的 有的 可是我是不是下的不够多 有的 这样可以 哦 真的有 所以其实我不适合屏幕材 我适合什么 这色比较细 对 就是比较娘啊 嗯 但是细 细 好 这样创作 等一下就要准备生火 所以我们先把木头给摆一摆 我习惯会先把 最大那一根 在底下 对 它变一个平台 一个地 等一下我们这样做 首先我们把刚刚刚刮的木屑 对 把它给集中下来 然后呢 这一根对不对 嗯 这样刮 嗯 削更多的木屑 好 好 稍微刮一个 这么大一把 好 这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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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的刀尾是有着打火石的设计的 所以在搞完了木头之后 只需要把刀尾转个方向 就可以准备打火花了 那接下来这个刀呢 这里我们这边设计一个弧形 这样可以直接给 哦 对啊所以你们这是故意设计成这样子 对因为一般设计会让你在这里打火 打完火刀就脏了 然后脏就很难切食物或什么 大会黑黑的 会很丑而且很难清干净 而且也不好施力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我们这边刮了一个圆弧在这个角 这圆弧刚好配合了这个 大部分打火棒的直径 过下去火花会很大 那刮火秘诀就是 这边左手这四指勾住 让它有力气 因为这样的话你看 你这样的力量没不出来 手指勾住 然后呢你可以先试试看 右手不动 左手收回来 因为怕你右手出去就这样 就把这个火星都给拨开来 对 试试看 有没错 要有压的感觉 诶有咯 火花对了 可能再稍微 我会不会把你整个大伙帮的刮完 不会不会 我向教你 你先把这个火 不动 慢慢的 但是很用力 刮屑下来 但是屑不要点了 试试看 好 好 就轻轻一下刮 把屑刮下来 这次我们就用火星点这个穴 这个穴点这一阵坨 哦 好 那我再把它收集一次嘛 对 然后我就往这边打 使劲打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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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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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放下去 平平的放在那个木头上面 这样 对 可以哦 可以 慢慢的挡上 天才的角色就是火小的时候丢小杉 火大的时候丢大杉 好累 這些可以丟嗎? 可以可以 雖然是個大暑的季節 但是因為這個營地的海拔超過1200公尺 晚上的氣溫也蠻低的 所以在升起營火之後 反而覺得蠻溫暖的啦 同時也更有露營的氣氛 這個隨時可以吃 這是這次達哥推薦我們在全聯買的 這個滷味拼牌 豬頭皮 然後有的沒有 超推 他說超推 好讚喔 蝦豬 什麼雞什麼米 這個這個這個 吉利米喔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去南非啊 回來的時候帶的 這個 Sarina CostCost 會弄變嗎? Original原味的500克 你知道我多放下去啊 怎麼變這樣? 不是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弄 欸為什麼他會變成這樣? 他剛剛悶 達哥剛才一看到這個啊 他就說他不想要吃了 哈哈 先放醬是不是? 對 看一下喔 120ml水 放年糕 好 然後再放醬 這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他又不用動 嗯 感覺出來 你喜歡吃韓國料理嗎? 哇 常吃嗎? 不常吃 對 因為我們家還蠻常吃的 真的嗎? 就吃韓國炸雞啊 韓國年糕啊 今天讓達哥為我們服務欸 小Case 小Case 就平常一個人沒辦法煮這個 一個人整次一樣 對一個人整次一樣 對 一樣就沒了 再來就飽了 多人才可以吃這麼多人這樣很棒 對 你說這要在教授民主 泡菜 日式年糕 辣醬 豆腐 鍋 鍋 鍋 我以為你是在介紹食材欸 沒想到這是他的名字啊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的 現在準備就要來吃了 哥哥 這個尺寸差不多 差不多啦 差不多這樣嗎? 這樣很粗欸 沒事我都掉在你褲子上差不多 這點他做的倒是真的 真的 一單位我懂 對 幸好我剛才已經揉了快五分鐘了 呵呵呵呵 就是邊纏邊纏邊纏上去 嗯 像這樣 先捏一下 然後這樣纏 這樣子 喔好 就再細一點了 所以我要拉嘛對不對 你可以稍微拉 就是 看他拉會不會斷 就是拉他的顏色 那又不會拉太細 好 然後再密一點 這樣又太太長 密一點 好 哇慘了 拿個壓面 好 因為他拉不會 好 好 通常 那他等下就會變變薄了 對 就這樣 那就算了 拿一下 你那種是裝汽油嗎 還裝水 裝水 對 可是我今天沒有裝 可是我今天沒有裝 而且他會左右兩邊 不平均 對 重心又高 嗯 那水位的幾乎可以調整 對 你裝這麼多 後備真的預先交給好了 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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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處理 晚上我們烤了鹹豬肉 烤北順 煮了辣炒年糕加勤雞 再加上我自己吃起來 覺得很成功的烤餅 就這樣邊吃 並跟打個聊天 度過了一個晚上 一早起來之後 沖了個舒服的熱水澡 我覺得巴棍山林這個露營區 真的是一個很讚的營區 浴室乾淨 完全沒有髒亂的痕跡 重點是洗完走出來之後 你又會被芬多精給包圍 真的非常的舒服 早上沖了個澡之後 接下來也準備來搞個早餐了 各位早安 現在我們 人剛起床 然後 昨天睡得 算還不錯 因為通常呢 在露營睡覺的時候呢 只有我吵別人 沒有別人吵我 所以我覺得昨天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我是一覺到天亮的 但是 真正剛才跟我說他要早 上才睡著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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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一副 現在坐著城市的樣子 應該也是昨天被我吵到不行吧 沒有 你的摩亞聲跟蟲吊聲很像 真的假的 嚇嚇嚇嚇嚇嚇 所以這算是一個 這算是一個 白皂音 褒翼耶 沒有白皂聲 沒有貶翼耶 不過我發現我們大的位置不太好 因為太陽 因為剛剛 我們應該要打後面一點 等一下呢 要交給我們這個 打大廚了 交給我 對打大廚 你會負得把它吃完 沒問題 早餐我們煎的節瓜還有鮭魚 然後喝著咖啡 時間過得很快 一轉眼又來到了捷徑中午10分 又到了準備收帳篷的時候了 我們剛剛吃完了 達哥煮的愛心早餐之後呢 又到了最悲傷的時刻 我們現在開始要收帳篷了 實在是有點不太想要收啊 剛剛我還跟珍珍在討論說呢 要不要再多留一碗 那其實這個可以捲得很隨便啦 因為那個袋子 有壓縮功能 對 因為我在收東西的時候呢 很不喜歡把它摺得方方正正的 像睡袋啊 我最喜歡收的就是睡袋 隨便亂騎就好了 可是這樣子體積 怎麼感覺好像塞不進去 可以可以 因為 我們在做袋的時候 就是讓它有一個大開口 因為 它是一個 大開口袋子 對 所以 就可以隨便塞 因為主要是考量到說 有時候可能 帳篷是濕的啦 對 會 或者你沒辦法收得很完整 然後最後再讓你可以用壓縮 對 反正用機呢 就給它機下去就對了啦 現在換我來幫大哥怎麼樣 收帳篷 最後全部的東西 給它弄到這一袋裡面就對了 對 因為其實 有時候帳篷會節省重量 雙袋會做得很簡單 對 那會讓你 比較輕 但是你瘦的時候會比較費力 對 對 你也是把它吹到很緊繃耶 對啊 我們現在呢 已經把我們的東西 全然不給它打包上車了 這次呢 我真的要非常感謝達哥 感謝你願意花時間教我這個菜籍錄影耶 因為我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菜籍耶 一次讓你變老手 對 一次讓我變老手齁 有 經過這次看到你的裝備還有你的東西之後 我深深的覺悟了 收完帳篷時間也超過12點了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可能是因為我真的太久沒有起菊白了 放著放著 就直接給它放到沒電了 所以呢 很抱歉達哥第一次跟我出門 就要讓他幫我推發 在這邊搞了快半個小時 最後把兩台車的電瓶接在一起 才終於把橘白給它發起來 第一次跟達哥說出來 第一次跟達哥說出來 就讓他跟我這樣搞 還真的蠻對不起他的啦 所以呢 我只好懷著坦特的心情 問了他 那一個問題 下次應該還會這樣約吧 下次歐洲見 下次歐洲 雖然他回答我 下次歐洲見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想再看到我了 不過 從他臉上的笑意 我覺得我們 下次 應該還是會這樣約 吧 這次跟達哥出門 我就有學到蠻多東西的 從麵粉到麵團 木頭到木材 木材再到木屑 同時也請教他很多關於經營頻道的問題 雖然昨天我們是重重的來 重重的搭帳 甚至一覺醒來之後 只覺得自己好像做了個夢 但是我相信 下一次一定還可以在九道達哥 一起騎車 或者是露營的 一齣 五營 二十五明 一齒 一齒 It's all I know It's all I know It's all I know It's all I need It's all I know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